一期结书第21、22章 在这两章里面 我们要一起来思考 如何赌破口呢 我们在一期结书第13章前面 在地不结的地方已经看到 有所谓的赌破口 而且要重修强缘 这是我们在我们土地上面 要尽的一个责任 那这次呢 我们在22章又再次的看到 神在寻找赌破口的人 要来重修强缘 那我们一起更深的要来思考 怎么样才能够赌破口 怎么样来重修强缘呢 我们在21章里面就看到说 神要向耶路撒冷 以及圣殿来发预言 来攻击以色列地 攻击犹大国 神说我与你为敌 所以神与这个土地为敌 为什么呢 其实当然我们也知道 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行可证的事 或者是行邪淫的事 也就是拜偶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留人血的罪 一个是在跟神的关系上面 犯罪 另外一个是在跟人的关系上面 犯罪 所以这两个都是 耶路撒冷城 以色列地 犹大这个国家 所犯的主要两个罪 而且都是犯到了极致的地步 那我们看到 在这21章里面 神就发预言 是主要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要拔刀出鞘 那拔刀出鞘的意思呢 就是神要借着巴比伦 这个国家的军队 兴起这个战争 来这个刑罚 耶路撒冷 以及以色列地 犹大国 那所以在21章里面 反复的出现拔刀出鞘 那就是预表着 敌人要来杀戮 在这个土地上的人 而且呢 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 在第二节后面讲 第三节后面讲到说 要从里面中间 将一人和二人一并剪除 所以这些好人跟坏人 其实遇到这个 一个整个城市 整个土地的战争的时候 或者是神要审判 这个整个土地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些好人呢 很多时候也是 没有办法幸免于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 中国人所讲的 复巢之下 无完卵 所以呢 当一个国家 他整个 这个被 遇到战争的时候 其实 这当中的好人坏人 同样的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这个土地上的一人 我们真是很有责任 要避免我们的土地落入 这样子的一种审判的情况 那要怎么样做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下去 然后呢 就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二章 就讲到 神指出了耶路撒冷的可证之事 有哪些 当然 就刚才所说的 有两件大的 就是拜我相 以及留人血的罪 在第六节开始呢 第七节 就讲到一些具体的 哪些罪 总共列出了十二项罪 他讲到有亲慢父母的 这个十节 要我们是要尊荣父母亲 要孝敬父母亲 第二个 欺压寄居的 就是在你里面 土地上面的外国人 或者是外地人 再来就是辜负孤儿寡妇的 就是他们应该受到照顾 但是没有去照顾他们 然后呢 第四个是藐视了我的圣物 就是对敬拜的事情呢 藐视了 那事实上就是藐视了神 第五个呢 就是干犯了神的安息日 然后在你们中间 有禅邦人的 留人血的 有在山上吃过忌偶像的 有行淫乱的 然后有受贿赂的 然后呢 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贪得无业 欺压 灵社 夺取财物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 神就列出了 十二项更具体的 耶路撒冷 以及 犹大国的罪 然后呢 所以呢 神就要 把他们分散 分散在列国当中 要从他们当中除掉 以色列人的污秽 那为什么 把他们分散在列国 就能够除掉 这样的污秽呢 因为人呢 行恶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种文化 那就形成了一个大染缸 如果就把他们打散 就阻止他们继续的行恶 否则这个 邪恶的文化 会继续的在群体当中 来散步 来浸泡他们 又影响到下一代了 所以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分散 在列国当中了 然后呢 接下来 在 第三十节 就讲到说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 重修强垣 在我面前为这国 犹大国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国 却找不着一个 这个是多么 悲惨的一个光景 神在整个 犹大国 在整个这个土地上面 要去找一个人 能够为这个国家 来堵破口 但是呢 却找不着一个 如果有人 能够起来堵破口 这样子审判 就不会临到这个国家 也不会灭绝这个国家 但是呢 神却没有找到这样子的人 那 这样子的人 读破口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重修强垣 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在前面第九章 有提到 那在这地方 我们更进一步 更深的来思想 其实这个我讲到 就是这个破口呢 就是人所犯的罪 有了罪就有了破口 有了破口呢 敌人就可以进来攻击我们 那 罪呢 也会带来了刑罚 或者是审判 所以这个破口 我们看到人犯罪 看到这个国家 这个文化的罪的时候 作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真理的人 能够明辨是非的 我们就要来堵住这个破口 那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神数算他们的 这个以色列土地的这些罪 除了讲到这两个大象之外 另外又列出了12个小的项目 这些呢 都是破口 这个土地上面 就是这个拜偶像啦 流人血啦 或者是贪婪啦 或者是没有照顾应该照顾的人 就没有公义啦 那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堵破口的方法 通常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 比较会去祷告的 都会认为说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土地 为我们的城市 来堵破口 意思呢 就是要去好好的带导 我们要为我们的城市 为我们的土地 为我们的国家 来认罪悔改 认同性的认罪悔改 求主的怜悯 为我们的这个土地 来向神来求情 那当然呢 这个是我们堵破口 这个主要要做的 也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就是首先 在祷告里面 来代求 来为我们的土地悔改认罪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但是呢 我们堵破口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 不是只是祷告而已 祷告也要有行动啊 我们也要 发挥 光的作用 让这个黑暗 能够散去 我们要来吃转变 我们的文化 要把这个 通过各样的方式 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 七大山头上面 来为主来发光 所以我们祷告 也要有行动 我们看到 在复兴的历史当中 那教会 大大的复兴啊 结果呢 犯罪率 在那个城市当中 就会下降 所以呢 那我们教会 一定要好好的 来复兴 要好好的 来在社会当中 产生影响力 这样就是 堵破口 重修强缘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时候 不是去埋怨 它的黑暗 而是我们要 更多的起来带导 来堵破口 同时要用行动 来改变我们的文化 改变我们的世界 阿们